請蔣部長 請蔣部長 首先在這裡兩個感謝 一個感謝我們部裡面 這次在金門高職的一個校長臨選 四龍一鳳 能夠從本身在金門高職任教 一個女性 校長當中能夠臨聘成功 我想她的經驗 也是得到委員會的認同 我想這個也是 臨聘的時候並沒有性別的考量 符合金門很多家長的一個需求 因為又是在地 那麼也理解未來一個發展的方向 在這裡先感謝 今年部裡面一個外島馬祖的 我們好像最後也是在地的 後來選出來了 所以在這裡先感謝部長 另外一個感謝部長 六月份也到金門走了一趟 那麼不知道部長對整個金門的教育環境 跟未來大學的發展 您自己的感覺 金門我的感覺是 其實政府縣府投入的資源還算不少 跟其實各個地方政府比起來 金門縣縣政府對學校的支持的 教育的預算的提供 其實是還蠻不錯的 那那邊當然我們也去看了 這個民船 也去看了幾個可能的大學的發展 金門大學 那我想他有一定的條件 可能可以從大陸 或者去收一些這些學生 所以這一點就是我 這部分我想我們會在他的這個 基本上能夠會與協助 金門大學的有一些的 program跟醫藥相關的 或是有一些 我想我們也會支持 因為護理學系也已經通過了 明年 明年要開始 我們也會盡量支持來做 這個區域性的不一樣 我從這裡開始談 就是說因為 剛好啊 我們現在十二聯國教 是今天很多的委員在討論的 那麼技職教育的一個重視 也是未來一個發展方向 那我這邊要特別提醒的 就是說 偏鄉離島 因為真的少競爭力 你想以後 十二聯國教 金門就一個高中 一個高職 那我 澎湖也是一樣 那當然因為大學 剛剛部長看過了 其實我們有一些發展的空間 除了我們縣政府的支持啊 我們都華僑啊 對這個金門發展高端教育也很重視 有些捐輸 對 那麼所以我這裡想請部長 就是特別在高中 高職 優職 金職這一部分 主要沒有競爭力啊 對 特別在這個區塊啊 好 我想我們 我們特別也會關注 因為我看整個報告裡面 提到離島的 只有兩頁有寫到 兩頁有寫到 教育優先區 其實有一些啦 裡面當然有 有一點提到說 對這個我們離島的這個師資啊 對 你們要有特 有一些特殊的做法 對 教育優先區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什麼具體的做法 我們其實 這幾個 有離島建設條例嘛 相關的我們有幾個學校 每一年大概也有幾千萬的這個 特別的支持 另外的話 教育優先區 因為在師資上 教育優先區裡面 這邊也有一些 這一個實際的實質的配套的支持 這個是大概針對離島 這 十二連國教其實現在討論很多 但是很奇怪 我回金門 我們對十二連國教喔 好像都還蠻支持的啦 那很可能因為金門喔 金門以前啊 以前在這個所有 四萬縣 九連國教也是在那邊 是 所以我本來想說 如果真的有問題 先把金門試驗好以後 再推到 金門其實可能從這種 供需的平衡性上也比較大 他大概全部都可以全面的就 但是我也希望說 我也希望說 我們也會讓他均優的 優質的這個發展 我們會努力 讓他確實實實在在那裡做 金門這個高職啊 可能要多住一些心力 因為金門在未來的發展上 實務上需要的這些 觀光發展 旅遊發展 其實 並不見得一定要大學啦 氣質體系 所以氣質的體系 這一個 轉到金門 現在未來發展的資源非常好 我想我們會特別注意 在那邊就地培養 氣質方面的人 因為剛好有幾個面向 幾個面向都可以達成一個 謝謝 謝謝這個提醒 那另外一個就是 關於陸生 陸生的問題 今年招收的 錄取的狀況怎麼樣 今年比去年稍微好一點點 不過大概也差不多 去年有928 人數是少了吧 人數沒有少 人數我們還是2141呢 大概是985 但是我看 錄取的人數是比較少吧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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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7位 就是說 比去年928 稍微多一點 我是不理解說 我們為什麼說 錄取的學生 一定要是二本縣 是我們店 這個是大陸他們自己 他只能讓二本縣 以上的學生能來 二本縣指的是 在省市的一級 我知道 但是如果二本縣我們可 不太 比較困難 所以我們現在正在協商 看看是不是三本縣 可以下降一個 照去年 就他們二本縣的一個 數值就已經相當不錯 那麼台灣現在我們不敢 各勢力大學 因為公立大學我們不能照說 所以今年我們有一些 私立大學收到了大學部的學生 後來沒有來 也是因為他後來上了這個 還不錯的學校在大陸 所以沒有來 那這一部分 當然具體 我們現在既然提供了 兩千多的名額 我們至少優先 會讓兩千多個名額 儘量先收滿 因為金門大學 今年也比去年增加了一些 二十幾個 當然名傳再招收是慢一點 因為這不只金門 包括整個 我想我們現在努力的目標 會先優先 讓這兩千多位 至少能招滿 用克服那些技術上的問題 再進一步再來評估 這個東西二本應該是可以跟大陸去談的 我想為了讓這個聲言 能夠更廣泛的讓這些 我們失效的 聲言不足的問題解決 假如你限制在二本線 我看明年的錄取 人數也是差不多 那我不理解說 因為現在我們的 三線六部 我們整個 我們先採取的策略 限制了這個 三線六部 現在有沒有 有沒有調整 三線六部 我們其實也都已經具體檢討了 就是說針對 像譬如說 限制他的來的 這一個審視 現在六個審視 他的招生 總招生人數 招生人數 我們原來是希望1% 那現在至少先優先希望這1% 1%是2800多位 我們只用了 只給了2141 所以這部分也在做一些 在做一些檢討 他到了台灣來 就是說 如果你是好的學生 你要讓他不能夠 譬如說研究生 因為現在只有國立大學 這個研究 國立大學只能收研究生 對 你要讓好的研究生來 你必須讓他能夠做RA 因為我們現在是跟他是競爭的 人家 他們的大學也是一直在往上提升 你如果不讓他做RA 讓他可以有一定的 一定的生活的這個 可以滿足他生活需要 他不可能最好的學生來 所以這部分 我們跟老委會 跟這個正在其他商 希望是說能夠至少來做 跟學習相關的 research system 這一塊突破其實蠻關鍵 如果這塊圖85的學校在前端 到我們主要的國立大學來 來念書的這個機會 我相信從收好學生的角度 就會作為 就可以有一些成效 另外後端的這一段 就是說讓我們 即便後端的這些學校 他能收適當的學生 這一塊我們也在努力 因為大陸其實 所以你還是基本上 因為他講真的他就學的 還是一個區塊 很多沒辦法就學 但是 他的專科 這個範圍啊 你一定要去打開 專科生一年有三百多萬 那當然當中還有一個問題 最近也談前面 也前一陣子也談到 就健保的問題 我不知道健保的問題 我們已經有沒有這個 有沒有具體 要現在這樣子 對於學生的這個 健康保險的部分 我們當然已經 國泰這一個 他用商業保險的方式 現在大概一個月 大概五百塊左右的 這樣子的規模 他大概可以達到 所以目前就是 跟我們的健保 差不多一樣的條件 差不多 用 現在是商業保險 這個已經有了 可是至於健保進一步來看 是不是要做這個 從我的了解是 陸委會也正在做努力 可能會去修兩岸 人民關係條例 那你沒有跟他反應嗎 這個當然具體都 持續都有溝通 這個也希望 我是覺得說 有一些東西我們還是 用平常經濟去看待 雖然每個政黨齁 看法不一樣 但是為了擴大我們的聲言 那個規模其實是不大的 我們還是 還是要用比較開放的思想 去看一些事情 讓一些東西都能夠 正常的去運善 我想我們對喬生 對於外籍生 對什麼 我想未來應該是 基本比照 比照的 是比較合適的 基本上還有一個就是 打工的問題呢 打工現在 打工現在 不只是大陸學生的問題 是喬生所有的 打工這本來就是 老委會他有適當的一些 他本來就有一些規範 不是可以任意打工的 所以這個是 全世界都是一樣的 可是如果你是來念書 做Research Assistant 做這種 做研究助理 做這一些 對於他的研究 對於他的論文的 撰寫都有幫助的 這一塊 我希望我們優先能夠突破 這個已經有錯誤有一點 我想本習先生提出來 就是關於陸生的部分 因為大家都理解 我們現在的聲言 如果最大機會 還是從大陸的這個聲言 中後段的學校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在這個區塊 不管說是中後段的這些學生 你二本假如再稍微降低一點 我們很多科技大學啊 很可能要收到學生 就已經 對他可以甚至從他的專科 畢業的一些 這樣子啊 才有辦法真正落實到 說我們想要的 我們會具體的 務實的來做檢討 來做處理 那我也希望說 在這個區塊 大家都做努力 另外啊 本習在前一陣子 有聽到 接到一個民眾投訴 就是在八月份啊 我們有一個購物頻道 富邦的MOMO裡面啊 有播放以揚龍杖經七世福報普渡大會的商品廣告 那他分三個階段 有一個階段啊 法會是在我們的中正紀念堂辦一個特展 我不知道 可能部長你是不可能注意到要小謝姐 問題是這樣子 在做這個廣告的時候 把我們教育部 也打入指導單位 還有包括我們立法院啊 我在想 這是他們的 這是他們宣傳 我們會去了解一下 指導單位 立法院 跟這個教育部 這個應該是沒有 我想 我想 我不知道部裡面是不是真的有做這種事啊 佛教的東西 宗教我們都尊重 我本身也是佛教徒 但是如果說 把這個宗教的東西 掛上 我們這兩個單位啊 好 其實某一種程度是 等於是 是不是 在推銷上 對他們有幫忙 好 我想我們會來 我這個是不是可以把這個資料給我 我們當然也會 雖然說是亡羊補牢了 不過我們還是會去 因為這樣子 了解一下這個情況 對我們整個中正紀念堂使用上 可能也是不符合 中正紀念堂現在的 基本上也是蜀文化部了 過去原來是在 之前啊 五月 五月之前其實是教育部 當然這個也可能是他們 商家自己把這個弄上去啦 但是 我是覺得很奇怪說 你在那邊展示 我們那邊的人都不知道嗎 看不到嗎 因為這樣子是非常不當的 好 我們會馬上來了解一下 也會去了解一下 這個主辦單位跟什麼 至少我們應該具體表達 我們該表達的意見 因為這樣的東西可能會讓所有我們 模糊掉整個的一個焦點 另外一個就是說 最近十二連國教 那麼我們李嘉彤教授也提出了很多看法 我不知道部長你有沒有跟他對過話 我跟他對話兩次 而且他寫的那一本 我們後來寫的大概兩本給他 所以 針對他所有寫的 我們都具體的做回應 那我親自跟他去談了好幾個小時 那 這一個 當然談完以後 他都覺得說 OK 沒有問題 可是隔一陣子 又 所以事實上因為 以他在我們教育界的整個影響力跟觀點 也是代表很大部分一些人的看法 對 我想 所以我們充分的其實去跟他溝通 而且把他的提出來的意見 那您覺得他所提的這些有沒有 這個 他用了一些其實比較 有時候有些例子比較極端的例子 我想這個部分還是 用了一些比較極端的例子 我們要推動一個政策 這個大的部分沒有解決 他現在當然還 其實李嘉彤先生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他希望是要全面入學 希望強制入學 為主要 我想這一部分還是請部長多努力 是